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八卦余子匠 如今36岁的郭碧婷 在嫁给向左之前一直都不温不火 除了小时代的男乡 似乎并没有给大众留下经典形象的角色 不过他留给大众留下单纯善良的形象 但是郭碧婷已经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 很多事情都是清楚明白的 怎么可能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傻白甜呢 她的美毋庸置疑 标志大气温柔清纯毫无攻击性 在舌尖脸的娱乐圈是一股清流 她那种回安天成的自然美战获了无数的直男 看起来像是与世无争的软妹子 然而真实的她真是这样吗 在节目中郭爸爸评价自己的女儿 骨子里是蛮强势 特别有自己的主见 郭碧婷也说她认为女人也是要努力的 嫁入航门后向左提出意见 想让她专心的在家相夫教子 像许多的阔太太一样 她直接反驳道 现在结婚不惯夫妻 不管结婚与否 就算我是一个老姑娘 我也依然要工作 现在的女生都很独立的 郭碧婷一直以来内心非常的有主见 对自己的人生有一定的掌控权 不会因为别人而去改变自己 非常的强调自我 不管发生什么事 她内心深处绝不动摇 外表如小白兔般无害的她 内心或许是住着一只狼 对于艺人来说 没有代表作其实是很失败的 为了维持单纯善良的人设 她也不能炒作花边新闻 恰好天时地利人和 在恋爱节目中遇到了向左 向左的家庭背景 对于她来讲绝对是演艺路上一次极大的飞跃 资源热度话题等等 也足以让她站在热搜的顶端 综合考虑之后 一场轰轰烈烈的婚姻是她事业道路上的重大转折 向左也曾在节目中说过 她向往一种爱情 可是这种爱情是郭碧婷给不了的 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结婚 综合所有他们要的不是爱情 而是一场适合的婚姻 向左需要一个看起来完美的妻子 而郭碧婷需要一个合适的伴侣 他们之间究竟有没有爱情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作为旁人也只是一个吃瓜群众 至少可以证明一点 郭碧婷不是一个傻白甜 她不是一个毫无野心的女人 人畜无害外表下的她 骨子里是一个非常自我的大女人 外表只是一个表象 一个人真正是怎样的 除了自己又有多少人能够清楚的知道 她也伪装的很好 郭碧婷终于生了 中秋生了一位小公主 据台湾媒体报道 郭碧婷于10月1号晚上顺利生下了女王 小公主重约3000克 除了老公向左以外 向太与向华强都特地成专机 来到了台北陪产 迎接孙女的到来 好人最在乎生男生女 不过向家人丁单薄 小公主呢也是宝贝 据说向太和向华强来台湾后 现在朋友住处隔离 向太还发了微博 说自己在台湾郊区隔离的日子呢 还不错 每天练气功 看看书修身养性 再有两天就可以见到儿子儿媳 郭碧婷的性格不争不强 甜静温柔 也难怪向太会认定她当自己的媳妇 只可惜她人好又美翻 却不是向左的菜 结婚后啊 郭碧婷更像是豪门中忍辱负重的正房太太 怀孕期间情绪几度崩溃 还上了好几次热搜 那段时间郭碧婷微博发文 身边的人呢 总是无下线的消费泥 该怎么处理好 放狗咬人 随后呢 向太第一时间微博评论 我们在香港想你了 宝贝媳妇 台湾谁敢消费你啊 告诉我 叫肖静腾的狗来一起帮你咬人好吗 7月中我们全家去台北 接你过来回家住 向太第一时间回复向左 却没有回应 几天后呢 郭碧婷又发微博写道 醒悟的那天总会到来 那时候会毛色顿开 豁然开朗呢 还是悔不当初 懊恼不已 估计郭碧婷对于向左的冷淡和忙碌 感觉彻底心寒了 这次郭碧婷关闭了评论 郭碧婷还清空了与向左有关的内容 社交媒体也设置仅半年可见 一时之间啊 向左与郭碧婷感情不和 导致郭碧婷的情势不佳的消息更是满天飞 郭碧婷发了微博后立刻上了热搜 向左一样没有回应 向太呢 又第一时间灭火了发了微博回应 文字很长 比如爱是要奉献爱一个人的优点 也要容忍一个人的缺点等等 其实这段大体可以这样解释的 我知道我儿子让你受委屈了 但是婚姻呢 就是要互相包容 不过我们向家不会亏待你的 以后有情绪呢 要多忍耐 儿子的其他女人我也会帮忙对付 但是公开抱怨引发对我儿子的非议就不好了 夫妻呢要互相的容忍才能走得长远 其实向太这个婆婆还算是不错的 知道自己的儿子的缺点 除了对儿子不利的 大多数的时候向太都是站在郭碧婷的这边 不过从郭碧婷的经历看 即使有个好婆婆 豪门依然是不好混的 衣食无忧是真 心里承受的苦呢也不少 之前呢郭碧婷还被台湾的媒体拍到挺着大肚子去看诊 向左却无影无踪 根本不上心 也难怪郭碧婷的心情不好 很多网友呢都担心他是不是得了抑郁症 据说呢郭碧婷爸爸对向左呢也是诸多的不满 觉得女儿嫁得不好 后来郭碧婷快要生了 向左也终于在向太的铁腕催促下 到台湾陪产 媒体还拍到了两人一起出街 在这张照片没有曝光之前 向左渣男的头衔呢都快贴在脑门上了 当初在恋爱综艺中 向左对郭碧婷呢是嘘寒问暖 贴心又宠爱 这段甜腻的CP 让向左呢爆红网络在内地有了知名度 后来综艺结束 两人也闪述在意大利办了婚礼 男的多金又宠妻 女的美丽又乖巧 当时两人的结合献煞旁人 娱乐圈从甜蜜变陌陌的夫妻不少 但是结婚没多久就转蛋的 还真的少见 郭碧婷怀孕代产时 向左的感情就由浓转蛋 不管不顾的和其他女人约会 果然闪电式的婚姻感情来得快 去得也快 郭碧婷呢是向太看重的 向左的前女友向太都不满意 这段感情没有向太的助攻 估计呢成不了 郭碧婷和向左的感情并不深 结婚呢也仓促 婚后的问题都慢慢的显现出来 郭碧婷真很美 不过印了那句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向左似乎更喜欢妖艳性感的少妇 她和女性黄婉佩纠缠最久 黄婉佩呢也是向左这些年来为数不多 公开承认的女朋友 黄婉佩和向左交往的时候 黄婉佩呢是隐婚的状态 她有个富商老公 认识了向左后 黄婉佩就和与富商离婚了 当时消息传出后 向华强的酒店开业时 向左带着黄婉佩高调现身 正式公开恋情 向左家大业大 肯定的比之前的富商富贵 黄婉佩搭上向左后 还去读书经商 想博得向太好感 不过向太在娱乐圈呢 也算是见多识广 一直呢不喜欢黄婉佩 还发表了希望向左 十年内不结婚的言论 必向左和黄婉佩分手 黄婉佩加入向家无望 后来和大十九岁的 新加坡富商David Long结婚 黄婉佩美艳性感又主动 看来向左呢偏爱这一行 郭碧婷呢虽然很美 还真的不是她的那杯茶 后来向左和女性王秋子交往 王秋子呢曾怀孕逼宫 不过向太呢 也不满意王秋子 表明态度她进不了向家 最后呢 也是向太帮儿子善后 据说王秋子也结过一次婚 嫁给了富二代 生了个女儿 一年后闪离 当时向左身边人爆料 向左身边的美女不少啊 他似乎呢就喜欢美艳少妇之类 当时秋子呢还表态 我不怕带孩子 这些呢都是我的事情 自己呢会用自己处理的方式 不要任何人来教 这孩子不管是我打了 或是生下来 跟他们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王秋子还吐槽向左是妈宝男 都听妈妈的是缩头乌龟 让妈妈呢冲锋陷阵 攻击自己 当时还爆出了向左被追债一百万 王秋子出面证明向左确实欠人钱的新闻 当时王思聪呢还点赞了这条追债的微博 向太呢又既往的力挺儿子 说王秋子分手后陷害儿子 最后钱还了 这事呢也没有人再提起了 看得出来向左最爱的不是郭碧婷这类型 郭碧婷怀孕期间 她也没少和别的女人来往 如今如她所说 终于历经艰难 总算拿到签证陪老婆 希望她可以尽心一些 她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还提到 如果呢是生了女儿可以宠一点 未来如果呢做不了好老公 至少呢努力做个好爸爸 好了今天八卦一起讲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明天见